大家好 我是大叔Kisa 今天要介紹的是版田銀氏 銀氏是生活在乾湖哥姆紀丁的樂泊武士 經營住一家 只要可以付錢的話 就什麼都會幫你做的萬氏屋 通稱萬氏屋雅銀 是一個必須定期攝取糖分 經常宿罪和交不起房租的不靠譜成員銀 銀氏的所屬陣形分別是主角、傳說和時空 主角和傳說是夢戰三周年重點補完的其中兩個陣型 過往的一年兩個陣型分別加入了八位新英雄 在PVE層面裏面 戴馬修黑毛的主角超絕 或者蘭迪烏斯的傳說超絕上陣 其實問題不算很大 官方在最近四周年直播上 已經預告馬修將會SP化 我們看看這位免費送的真正主角 能否躍升大舞台 帶領一眾新的主角英雄去飛 而蘭迪烏斯 我個人相信也會有SP化的一日 因為一代、二代、三代、五代的主角 都已經SP化了 傳說彼端的前景應該都可以期待一下 而最令人擔心或者死心的 應該是時空陣營 因為優柔白書 即是2019年7月之後 已經再沒有新的時空超絕 希望之後會有新的原創人物 可以帶領一眾的時空英雄上陣 銀士的基本解鎖條件 是沒有的 因為聯動的英雄 是不需要任何英雄來解基本鎖的 深知基本level 4 萬事屋 配合著天賦的高壓減傷 可以再進一步減少戰損保存實力 劍聖那邊 有效減低遭受暴擊傷害的機會 深知基本level 7 萬事屋那邊 反擊時才有真相 作用不大 劍聖那邊 反擊時才會提升暴擊率 作用不算很大 銀士的天賦 武士之雲 有軍遭受了攻擊後 就會獲得一層武士之雲 除了單點之外 範圍攻擊都算算 都會拿到武士之雲 所以其實就看得到 不難踏滿四層 踏滿四層之後 就會進入八夜叉狀態 有移動力加2 先制攻擊 和進入戰鬥傷害增加30% 八夜叉狀態的移動力加2 剛剛提及的 是可以跟輕風 或者其他通用的加2 動力可以疊加到的 當有軍死亡時 是包括指揮物 有軍死亡是包括指揮物 就會直接踏滿四層 直接進入八夜叉狀態 如果有軍死亡時 銀士已經完成了行動 可以馬上再次行動 並且攻擊 這個天賦 32%攻擊 遭受傷害降低32% 造成傷害提升30% 是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霸道的天賦 職業的比較 萬事屋左手邊 雙防較高技巧 劍性右手邊 雙防較低技巧 劍性的技巧 換算到暴擊率 就會比萬事屋高11% 人士只有一招技能 一閃可以提高20% 其實想玩暴擊來說 不算很穩定 而且萬事屋的心肢基本 F4 主攻時有減傷 其實相當實用 所以一般建議 都會長住在雙防較高的萬事屋 銀士的3C覺醒技 凍爺弧 被動居合的範圍傷害 戰前就會觸發 直接破了對方滿血的科技 軍行之印可以增加到居合的有效範圍 但我沒有實測過 但估計正常應該沒問題 這一招有1.8倍的高配率 而且戰前驅散5個強化 很容易驅散對方身上的所有強化 戰後使用敵軍的裝備技能全部失效 PVP 或是全屬性降低25% PVE 如果這一招無法殺敵 就會馬上技能冷卻-5個回合 可以連續2個回合 使用這招3C覺醒技 技能冷卻會有觸發冷卻2回合 即是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看次序輪序 可以當作是每3個回合出手 一招動型的節奏 守護姿勢 擁有守護姿勢有軍死亡 銀士會直接進入永久的白夜叉狀態 但這一招不能對召喚物有軍施用 否則會很恐怖 直接用召喚物送頭 然後激發銀士進入永久的白夜叉狀態 銀士會對三格內擁有守護姿勢的有軍 作出物理護衛 作出護衛時銀士不會死 並且以50%血量復活一次 相對這招會比較傾奮PVP的技能 PVE的話其實沒什麼機會 我都不會十分建議帶上這招 這招CD15個回合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情況下 這個技能只會在一場戰鬥上用一次 唐份攝入 使用時會回血50% 並且獲得一層持續6個回合的唐份 使用後可以再行動三格 並且作出攻擊 身上的強化回合數不會減少 當這個銀士有兩層唐份 就會變成唐份過量 就會造成一個副作用 移動力減1 造成傷害減15% 但留意白夜叉狀態下 這個唐份過量不會生效 所以基本上就不用怕 除非敵方不攻擊 否則銀士的天賦白夜叉狀態 其實都頗難會被解除 小綿羊撞擊 0.4倍的範圍傷害 配銀士攻擊32%提息 傷害都頗可觀下 這一招會使命中的敵軍 武器技能失效PVP 或者攻至降低25%PVE 配著三屍一起用的話 大家要留意三屍的觸發冷卻 是可以令到敵人連續降低攻至25% 我相信這個組合在PVE BOSS戰都會有其效 劍魂 艾爾文的招牌技能 1.8倍的高倍率 驅殺5個強化 使敵方那麼遼 這一點無論是PVP或者PVE 都很具戰力價值 氣刃 馬修的招牌技能 CD就不長 近戰小兵都可以一氣熱兩格出手攻擊 一閃 是無封的招牌技能 但這一招其實比暴擊率不高 天賦又沒有減CD的銀時使用 其實你會發現失息不少 因為霧風可以踏到100%暴擊 天賦亦會有助一閃無間斷使用 並且可以回到血 攻擊指揮 氣刃 一閃 攻擊指揮 這一套組合會很適合在PVE戰帶上 壓制 攻擊指揮 再加上壓制 再加上洞爺弧 這一套組合可以令到銀時打出極限傷害的一擊 同屬COS1的技能 同分攝入和守護之勢 這兩個COS1技能會比較適合PVP 而壓制會比較適合PVE波士戰 來到裝備介紹 先講武器 第一把介紹就是優助取 尼米二取 非常之適合PVP 打至最後一人就會清場殺敵 第二把介紹就是試血劍 配合著被動技居合追加固定傷害 進一步擴大斬殺線 第三把介紹就是斬風的騎士 當敵方滿血的時候就會攻擊提升最高的15% 第十把介紹就是水晶風刺 無視敵方防禦20% 但是會較為推薦有高技巧的劍性那邊去用 最後介紹就是軍人之刃 捨棄10%攻擊力 增加範圍技能的有效範圍 防具的部分 第一件介紹就是守衛者禁甲 PVP向的 機率使到租手傷害降低20% 第二件介紹就是冰甲 PVE向多一點 追加固定傷害 可以幫到索列達軍隊 最後介紹就是原則之海 低血的時候就加攻擊力 協助到居合或白夜叉的仙制攻擊的發揮 頭色的部分 提二之路配著糖分攝入 可以觸發到技能傷害提升10% 原則頭盔 低血的時候加攻 可以幫到居合的範圍攻擊 以及白夜叉的仙制攻擊 最後來到色品的部分 小紅蜜 寫起3%的攻擊力 換回加一移動力的靈活 然後神翼互徑 攻擊加8% 被打的時候就防禦加10% 鶴血之釘 攻擊加8% 免疫了沉默 屠龍崩章 審判魔符 或者囚童的齒輪 就可以因應不同的兵種 而額外提升12%的攻擊力 精通石的建議 武器和飾品 會建議附攻擊 生命和技巧 防具和投色分別會建議附攻擊 生命和傷防 攻擊是板形銀時的核心屬性 不需要懷疑 符魔屬性全部吹公殺內攻擊力就沒有錯 武器和飾品的技巧加起來也有40點 等於4%的暴擊率 而防具和飾品就不建議附技巧 因為加起來只有10點等於1%的暴擊率 收益實在太低了 如果你不想那麼進取的話 可以將技巧付回到傷防也沒有問題 經濟精通除了剛剛提及的那些之外 可以付增加暴傷和增加暴擊率 符魔的建議 第一樣介紹就是輕豐 輕豐有機率加2格移動力 而這兩個加2格移動力 可以跟白夜叉的加2格移動力 配合這個糖分攝入 可以一口氣突進10格 第二樣介紹就是滿月 可以額外增加10%攻防 提升銀時的存運能力 銀時的兵種修正 生命30% 攻擊40% 防禦15% 魔防15% 擁有著最高的40%攻擊 同時也照顧到泛溶的生命 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分配比例 沙海傭兵 擁有著十分優秀的屬性 全部數值都是屬於很高的水平 當周圍一格沒有有軍的時候 沙海傭兵的攻擊和傷防會提升40% 而且士兵都會回血40% 其實這個周圍一格沒有有軍 和步兵兵營科技的孤軍分節的發動條件 是一模一樣的 一個超強力的兵種 非常值得建議投資連起上來的 方陣列兵當主動進攻的時候 就會無視職業克制 即是無論打步兵也好 或者打騎兵也好 都不會產生傷黑或者被黑的關係 這樣就會令到這個步兵的板田銀士 面對著騎兵的敵方都會不落下風 當被攻擊的時候 仍然會產生職業傷黑的關係 所以這個槍兵的方陣列兵 就可以有效抵禦到敵方騎兵的進集 降翼勇士 有優秀的基礎屬性和技能頂尖的兵種 和板田銀士雙配的時候 必然是一個混合部隊 所以可以觸發到這個科技地空業童 重裝槍兵 配合這個技能守護姿勢使用 可以向有軍作出這個硬度十足的物理護衛 我相信PVE某些特定場面 或者可能用得上這個重裝槍兵 好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頻道 請留言按讚訂閱 訂閱之後記得打開旁邊有個小當當 當日新影片的時候你就會收到通知 同時也成邀你加入大叔頻道的會員 訂閱旁邊有個加入鍵 獲取專用的icon 表情包 以及投票選出你想介紹的英雄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在下一部影片再會 拜拜